你知道小珠今天为什么没来吗 早上听麦人说 好像家里出事了 我听说 她老公找小三 办公室被打个正招 她老公怎么这样啊 小珠冤死了 肚子都那么大了 不过细想也难怪啊 你想啊 那都是大小伙子 十个月不能那个 有几个能挺得住的呀 那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 这女人怀孕期间 百分之八十的男的都得出轨 所以你啊 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女人可真不容易 婚姻这么辛苦 还要替他们解决问题 那我的问题谁解决呀 你啊 自己挺着吧 走 跟我上个厕所呗 走 你们家那什么时候生 快了 一个月左右吧 好家伙 这两天花钱如溜水啊 可不是吗 我这月薪两万块啊 感觉都快养不起孩子了 对了 上次我跟你推荐的那个 孩子保险 还有意外保险 你买了吗 买了 年付二十万那个吧 你买年付三十万那个就好了 我没你有钱 这念头没个百八十万的 让孩子心里真没底 我跟你说啊 这百八十万也顶多成几年 咱们呢还得继续往前奔呢 继续奔吧 到了 走 袁先生 袁先生 我看您一定是家里的 主要收入来源吧 所以我呢 借您保险可以多买一些 这样保障这块会做得比较好 我粗略的帮您计算了一下 如果每年您投入二十五万的话 那么十年下来就是二百五十万了 女士 这块睡衣的检查非常好 可以很好地掩饰 怀孕时身材的缺陷 如果再配上这款修衣的话 那效果就更好了 虽然说它价格有点不错 贵 但是上身效果确实非常好 行 就这个吧 好的 那我现在帮您去拿 这年头没个百八十万呢 让孩子心里真没底 我跟你说啊 这百八十万也顶多成几年 如果每年您投入二十五万的话 那么十年下来就是二百五十万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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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公找晓三 办公室被逮个正着 这女人怀孕期间 百分之八十的男的都得出轨 小飞 你人真好 趁我媳妇不注意的时候 来穿我晕衣服 我希望我们俩这种感情一直保持下去 余晓凡 怎么了 媳妇 想什么 我想你呢 想我 我叫你听不见呀 媳妇 什么吩咐 我饿了 我饿了 饿了 不是 刚吃完饭了 刚吃完不能吃吗 老婆 你都胖了 你少吃的 我愿意胖 我要吃披萨 多买去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定 不行 太慢了 现在就去 非得我本人去啊 不乐意是吧 不乐意 乐意 不乐意去啊 别扔电 别扔电 你今儿怎么做 不 闺女 闺女 怎么着 这么晚了 那些过时的旧衣服 给我拿过来点呗 我不要新的 我就要旧的 越旧越好 越破越好 要破衣服干什么 你看看这孩子 在他这儿没说清楚就关了就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 他说让我找几件破衣服 给他拿过去 还挺急 让我立马给他拿过去 要破衣服干什么 这谁知道啊 这个 你回去跑那么一大圈 来不及 我在这儿给他找找 看什么呀 那那那 你看这几件 够够够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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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够了 不议你 最重要的事忘了 明天晚上七点半 红墨房西餐厅 干吗 你知道 回家 衣服呢 爸 这么着急的要衣服干吗 没事 那么晚了 你借我一下吧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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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妈过生日 咱们两家子 咱一起吃顿饭 七点半 给小凡淘汰 知道了 知道了 回去吧 回去吧 给 帮我回去了 这孩子 折腾什么呢这 没什么厉害 没什么厉害 行吗 上厕所啊 我陪你回去 不不不 你顺回来 我陪你一下 你小心啊 下水楼子之后 下水就下水就下水了 睡吧 下水楼子 躺下水 我自己把水楼子滚了 这天 就是 请 5分钟 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牵手 打赏 其后你为你不过穿透 媳妇 请来了 来 猛男给你准备的 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早餐 请用 我换衣服走了啊 媳妇 我衣服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不是 我昨天晚上就挂那儿了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问你 不是 你问我 你问我 是谁 有意思 你问我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问她 你问我 有意思 你问我 如果她就说的 你问你 远你问我 好 媳妇 你今儿就让我穿这件衣服 凑门的是不是 刘晓芬 今天我正式地通知你 从现在起 你出门的每一套衣服 都由我来决定 凭什么呀 凭我是你媳妇 凭什么我每天戴着肚子 连腰都没有了 你倒是好 西装格屡 光彩照人的 你勾的谁呢你 我不痛快 我不痛快 我孩子就不会好 你自己看着办 行 媳妇 这点一个一个刷一样 我就穿她了 你说这杨玲天天打扮得 奇形怪状呢 还包个头巾 这什么年代的打扮呀 我要是她老板 我就给她刺了 那要是我的老板 看我穿着这身 应该怎么处理我呀 那怎么也得双倍奖金 年底还能给你分红 你赶快给我找个这样的老板吧 好 这儿 你答应我的啊 等着 走 准备 走 没看见我呢 你赶快点 走 你赶快点 走 你赶快点 你赶快点 走 他也走 你看这个孝斐 踹了狗 撒撒 你怎么无礼猴啦 穿得跟我老公似的 看个死了 炸巷子了 邪灾的怎么回事 你也气得了 怎么说够了 这样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是当下最流行的复古风 学着点 那么丝吧 更踏又是个关系了 我听这有股粗味 你笑个屁 早晚你也得有这么一天 我告诉你啊 只要是能让我们家仙姐怀上 你就让我穿皇帝的新衣 我都穿 知足吧 别愁给我俩了 我跟你讲 我袁小凡 我从来没有因为钱的事儿愁过 我原来的想法就是随于而安 我多赚我就多花 少赚就少花 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我那天跟我媳妇算了一笔账 我俩工资加一块都不够养孩子的 所以我现在必须得把儿童区域 这个事儿给他做好了 给我儿子多攒点钱 我得到时候 我儿子跑过来跟我说 我说 爸 我把人打了 人家要赔五万块钱 我说 给什么五万块钱 给你二十万 再打他三回 懂你怎么教育孩子的吗 打个比方 咱哪是那样人啊 行了啊 你继续筹划那挣钱大计 我忙着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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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